近期台湾多地接连发生诊所打错疫苗的事件 引发岛内舆论的不满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 台湾多县市近期发生多起诊所打错疫苗事件 有民众要打阿斯利康疫苗却被打成莫德纳 还有民众原本预约接种BNT疫苗却被打成高端疫苗 直到卫生单位进驻诊所 他才知道自己也成了白打足 目前涉事诊所接种疫苗资格已被停止 有台湾民意代表质疑 自从美国宣布不认证高端疫苗后 其已经成为烫手山芋 当地卫生局却疑似还想封锁打错疫苗的消息 着实让人气愤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 台湾自产高端疫苗自开放接种以来一直遇冷 日前又因迟迟无法获得国际证明 受众更显寥寥 如今传出24万剂将在月底陆续过期 其中7.6万剂有效期仅到27号 甚至连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负责人陈时中也承认 高端疫苗可能打不完 评论指责民众的税金就这样以一元为单位浪费 相关人员将来一定要追究责任 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放开接种高端疫苗者 混打阿斯利康、BNT或莫德纳疫苗 国民党方面痛批此举让接种者变成四季难民 台卫生福利部门是将没有科学实证一年打四针的风险 直接推给了民众和一线的医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